好,接著到下一套了 嘩,這套的垃圾真是,嘩,真是垃圾程度 如果我覺得它很垃圾 不過算呀,金貴這麼多垃圾 多其一套不多,少其一套不少 用垃圾排名道來看,它不算包庇一套 你都還覺得它不是包庇一套 當然老實說,我覺得這套是什麼呢 這套有巨人的影子 在起承轉口方面 它真的拔走光了,它真的可以跟你 它連背景都加了一七八糟 它用字去解決,背景它是用的 我懶得看呀,你傻都可以 我們接著說那套《赤龍戰役》 之前我們也說過 這套是一套連動的企劃案 其實所謂的TRPG他們創造出來 其實一開始就是為了這個project 而去創造出來的 甚至是為了這個企劃作品 這套動畫 而去找了幾個 他們玩開TRPG的幾個作家 他們玩完整個TRPG之後 把TRPG的紀錄化成了這套動畫的作品 我覺得你講這個動畫的時候 不要理過TRPG 我覺得沒有關係 其實有關係 有什麼關係 當然,我也再講一次 這個TRPG裡面究竟有哪些出名 內衰、虛淵、三田城 還有他們企劃案的社長 好像是副社長 成田來五 和女 他是商人 其實是有很多不同的作家 但是《赤龍戰役》裡面 其實他拔走了很多 玩家當中的互動過程 為什麼我一定要說TRPG 這件事就是 他拔走了很多TRPG裡面 所謂玩家角色互動的情節 因為這個情節當然 我不知道他們的紀錄有多長 但是 記得這些設定的搞屍棍 有幾個喜歡死人淋漏的人 那些人 那個紀律不短得去哪裡 我知道 但是 在現在《赤龍戰役》這個動畫裡面 他是拔走了所有的過程 而你看到就是所有角色 其實你會看到 所有角色的傾伴 他們的關係 你是不知道怎樣 為什麼會建立到 他是一個說 是呀 那樣的劇情 他把他們鋪排出來 所以這套劇裡面 是他一個不好看的地方 就是所有角色 你覺得 我是在看一個簡報 我不是在看一個故事 不是呀 我覺得他不好看 可能我覺得不同 我不管他 就是TRPG 我當你是一個普通動畫去看 你說到後面 背景有三個國家 有黃藍 有七感 聽到的 其實有沒有國家 沒有所謂 我們看這六個 是怎樣互相和龍龍討伐的 都是 這麼說 整個所謂的調查隊裡面 說三國混合 但問題是 這三個國家是怎樣來的 有什麼背景來的 為何會打仗 你是完全不知道的 我可以當是 你不去怎樣提及 因為故事 縮窄在所謂的 遠征隊裡面 你等同這個意義裡面 你可以不了解魔界裡面 那個遠征隊裡面 究竟阿拉剛之前是一個什麼人 究竟精靈之前是一個什麼人 究竟 什麼叫做蝦比人 人類江澤王國裡面 究竟是什麼人 你可以完全不理 我focus在這個集中隊裡面 其實我是不會理的 但中間 去到後段 他竟然說 幾趨國阿妹發出來 說 做回皇帝的時候 然後有些政治的場面 我覺得 你不去解釋一下 他有沒有說過 是 沒錯 因為最後變成就是什麼呢 調查隊 在中途裡面 其實是失去了意義 而我可以這樣說 我對設定 其實真的有一定的要求 而這裡裡面 最大的問題就是什麼呢 OK 赤龍 開頭就是 赤龍的力量 Ibuki 就承繼了赤龍的力量 然後他的力量就是 只要奉獻他最珍惜的人 赤龍就可以借他的力量一次 無必這樣就一定會殺死對手 直四點磨眼 算了 不是直四點磨眼 你還沒死 總之他出招的時候 一定是一擊必殺 而真的 這個力量裡面 是很搞笑的 在這個前設下 去到最後的故事裡面 就是赤龍發狂 他們說發狂的原因 而在 Ibuki 拿到這個力量的時候 赤龍是沒有發狂的 你可不可以說兩句話呢 他開到那個位置只會說一句話 嗯 黃龍總 你有什麼教育 你想要我的力量 然後他最後就是想解救他 我真是 我撐你的肺 你在那個位置你不可以說話 不是啊 前面那個赤龍發狂 但問題是 赤龍和Ibuki 結婚 有人說 你這個朋友不夠幫助 這個材料 不行的 其實這條龍又發瘋 他發不發瘋 就是 取決於他妹妹 究竟 有沒有當時用那個力量 即是他的狂氣 有沒有感染到 那條赤龍 而裏面這件事 其實我覺得是很搞笑的 一個純粹的黃龍總 的人類 輕輕易就 這個世界的七條龍 這樣就被人感染了 就狂化了 我覺得是一個很義氣的設定 首先我會覺得是一個 而 問題就是 一直跟赤龍連繫著的力量 是很沒意思的 整個故事 他講了什麼呢 沒有啊 他講了 調查赤龍發狂的原因 然後赤龍自己知道自己 發狂的原因 他知道 當伊貝傑拿到那顆龍蟋的時候 黏上去的時候 然後 把赤龍說 救命啊 你妹妹好恐怖啊 這件事就解決了 伊貝傑其實 在心靈空間可以看到一條龍 那條龍你在哪兒 你發生了什麼事 不問的 我們找條龍 那條蟹在哪兒 你又不知道 我看完整個故事 在我上網上就說,What the f**k,你在搞什麼 赤龍裡面,原來那個不是一個接待槍口,不是一隻NPC 那個力量是你能夠跟他對話的 而中間裡面我沒有看到任何的限制,他妹妹不讓他講話 我可能在想,其實在找一條紅龍是不是不是他們那顆肉的,就是裡面有一條龍的,然後外面有一條紅龍的,是不是這樣呢 我在想,大學來看見黑龍騎士可以跟黑龍聊天的話,那其實這條紅龍是不是真的好呢 老實說,簡單的一個設定,龍肉裡面那個是龍的分身而已 他不知道主體現在的狀態 我想是這樣的,大學來看,其實他不是的 他是一個拆翁來的,他真的看到的 那你去查爆出啦,那你不要說 我已經爆了啦 那開頭,赤龍調查隊要找一條龍調查的時候,這個設定已經完全錯了 不是完全錯了,是赤龍完全白癡了 找了這個不死傷人的時候 然後已經跟他說,我有一天將會不是我自己的自己 就是這個很喜歡的對話,就是我們經常都說 然後就說,到時候的話你來找我,那就是怎樣 你說到他好像有預言預感到這件事 然後去到裡面就是,當他發生這件事的話 他找到一個黃龍總 然後就跟那個黃龍總說 然後叫那個不死傷人又說 嗯,讓我嘗試一下你 嗯,我覺得你是一個適合我說這個秘密的人 就是我覺得說,喂,簡單一點 就是我剛才那句,粒肉自動會承認主人的 他直接會看完你的整個心靈 你有的試煉好像這個,當你接了粒肉的時候 就像天使一樣的 他立刻會找一隻軌來試,你試完之後 你就要知道,你究竟是一個行不行的人 那是不是簡單一點呢 不是啊,問題就是,條龍好像說到可以預感 只要將來他發瘋 但是如果發覺,是條龍被阿妹抓了才會發瘋 那也是,發瘋,結果也是發瘋的 那我算他啦 那當然你說,在這個故事裡面 之前也有說過,一個點是一個點 然後告訴他,中間發生了什麼事 然後,事情結束了 中間裡面,你看不到,就是剛才有米都說到的 勢力的一些資節 一些詳細的解釋 讓讀者能夠了解,為什麼會做這個決定 為什麼情況會發生成這樣 不知道 最底四就是什麼呢 每一個調查到這個人,然後就獲得裝備 契 而這個契的力量就是什麼呢 他可以短暫將那個環境 成為自己的固有結界領域 成為自己的法術圈 敵方的法術力 減到最弱的效果 就是國家的法術圈來的 而自己能夠 然後最大的問題就是什麼 他一開始說過,這粒東西 落了地下,很嚴重 隨時影響了整個世界的法術圈 就是什麼呢 滴一滴下去呢 都整個世界都有影響 但是我看不到這個世界 他們插了很多支 這個世界沒有影響 完全沒有影響 他講到這個國家級 即是像大家所說的 國家級的魔法陣 你要亂用 那怎麼辦呢 看著之後發現沒事 大家很和平生活 好像沒有後遺症 你插下去可能影響到 這個國家黃難的魔術 戰略會影響低了 之後黃衛可能有些影響 我覺得整個赤龍戰役 他是強行為了推出結果 就是Yubiki成為和 他是為了強行推出結果 而中間的過程 他告訴我 你不需要理 我又想說粗口 那個位置 還要WTF 等一等一等一等 他那個位置 他是為了強行推出結果 而中間裡面說 中間做了什麼 沒所謂 中間發生什麼事 總之有什麼要用 而我不知道 TRPG中間發生什麼事 但是現在給我看 就說 可是 覺得這個不是一個故事 我現在真的鋪陳 他甚至我覺得是什麼 我現在是看了12集 Opening Opening 我覺得不是 告訴你 三五國家打仗 不是條龍 他們有了其他問題 打仗 發覺條龍發電影 影響到三五國家 才做個赤龍調查團出來 問題 你雖然是條龍被打倒了 不知道有什麼事 搞了之後 但三五國家之間的利益關係 沒有變過 還有戰爭的條件 然後他們完全沒有解釋 總之條龍解決了 我們就有世界和平 好像沒有關係 我去到這個時候 我也覺得 故事 沒有 是這樣的 而最搞笑的是 我看人物關係 我覺得是更加 搞笑的一件事 尤其是 當尼比奇的力量 曝光了之後 就是 他所珍惜的人 或者他的朋友 犧牲的話 就會獲得力量 然後尼比奇 覺得自己很慘 說我不想要這種力量 前大人說 你不用就行了 沒有人說 沒有人逼你去用這種力量 當然我知道 其實 這裡有人逼他 原因是什麼 每個人一有敵人 就立即衝過來 說你殺我 你殺了我 你殺了我 你就會在對面 就是每個人是 我覺得是 你們是有什麼 不好的童年 令他們這麼想自殺 一切得虛軟的錯 不是 問題是很多情況之下 其實不需要用這個力量 可能 我覺得其他人是能打贏的 但是 一有任何敵人出現 每個人就衝過來 來啊 殺我 這裡啊 胸口這裡 一刀刺下來就可以了 然後他就說 喂你們 你們 你們急著死 我就說 我不知道 是不是玩遊戲的時候 那群內衰 虛軟的那群座格 每個人都發光 咦 喂 又死了 殺我 對比那隻雜魚 留一條命 難怪你們 真的不要亂死 我覺得就是 這個位 你不要問他們 有什麼童年因應 就是 Hiviki和他的傾伴 究竟是什麼 Hiviki當然 對他來說 就是 他是刻意疏遠 或者是 不跟其他人 有交接 就是因為 不想成為他們 真識的人 然後如果不成為 真識的人 他就 不可以用到這種力量 老實說 他是什麼 他是不是都很想用 不過他想給那個藉口子 我沒有子彈 不是啊問題 這個真不真識 關係高不高呢 原來不是啊 技術話事 如果沒有條件 可能發覺條件 他就說 這個人不夠 用 不好意思 關掉才對你說 你需要這麼說 又可以用說 你事前你有什麼 我可以用這個問題 有人問你 這是一個紮色仔的問題 喔 通常技能發動時都要集廿面式 主持就會決定根據你的技能能力 就會決定有機率的成功率 只不過是珍重的問題 真是很灰,我覺得這樣很灰 之後不夠關閉又不好意思 那是做那個角色的那個人給我 沒有關係 很多人說我為什麼想幫你 他們幫你的原因是 但這也涉及三國他們站在一個什麼層面的角度 對他們來說就是什麼呢? 國家對他們不重要 那幫人來說就是,國家是什麼來的? 吃得的? 國家說的話我完全覺得沒什麼所謂 總之我覺得,我很想幫Ibiki這個人成為和 我覺得他很適合成為和 所以我要奉獻我的生命出來 他對面國家的人,不是你國家的人 這個都說你要撇開國家層面的問題 我不在乎,所以才衍生就是 有馬你會覺得不好的地方 就是什麼呢? 為什麼要說國家呢? 不如說赤龍這個調查團 這個混合調查團 不停向前進步的時候 不停死很多人 然後Ibiki就說 算了,我還是不想再調查下去 那這個故事就更加高可一 我覺得就是 咦?現在給我出來的Ibiki這個人不討厭 現在就是什麼? 我又不是很想做王的 但是呢 我又不是很想這種力量來 你給我不要了,好嗎? 這樣就是一個小孩在這裏 的性格 然後又不可以逃避 那怎麼辦呢? 現在我妹妹又想成為王 然後她又復活了我的女兒 我又要殺了那條女兒 哇,好慘啊 然後有一條女兒黏過來跟我說 來吧,你殺我 我再殺我沒有女兒 那怎麼辦呢? 我嘗試保釋她的心 那我殺了她又不太行 赤龍又發了癡 赤龍說要做交易 然後他說什麼 交易 然後開頭就 一直在赤龍的交易裡面 是不可以交易的 然後最後就說 慢著 先交易一下 我殺我最後的女兒 不要緊 你要把她找我 一條新的女兒給我 受人都沒什麼所謂的 這個新設定來的 我之前沒有說過的 嘩,你說完 大哥 原來可以這樣交易的 我不知道那個TRPG裡面 當中發生了什麼事 可以跟赤龍這樣交易 但如果對我來說就是 對我來說 我玩這個TRPG 我都有一定經驗的人來說 嘩,設定的東西是沒得交易的 有設定的嗎 我相信 明哥這麼說 TRPG有設定 這一套東西是一個TRPG 產生的結果 我是爭取結果 而結果是怎麼來的 老實說 你判斷不了的 因為我們根本沒有當中的紀錄 其實呢 他不想做皇帝 比較會做 從什麼鬼呢 搞這麼多東西 覺得整套東西 後來很突兀 你在當中 就是什麼呢 計中計中計中計 他說 嗯,我一開始找你 阿門那一條 什麼,五阿門那一條 他說 嗯,我一開始找你 做擋箭牌 然後他說 其實呢 我真正想找的人是你的 這個是計中計中計 這個百奇領域的 不知道第幾多部 你猜不到的了 最後 然後說 你成為皇 那怎樣 哦 這個計謀真的很高 高了我覺得 這樣原來是計謀你的 多謝了 其實你只是計錯數 那些 我給我上實台 我覺得算了 你說出來一點 那當然你說 這套東西裡面 其實他還做了很多 懶伏的事情 就好像最後阿劉 拿到紅龍龍玉 然後我們知道 那時候紅龍龍玉 為什麼拿到 就一定要是皇龍總 原來他是皇龍總來的嗎 他不是皇難人來的嗎 蛤 他應該不是第二季 我覺得 那部分不要理他 算了 而最搞笑的 當然阿劊最後說 國家成立了 然後說 那個位置是看到什麼 我剛才看到港產片的 那些說 我最後不接受職位 然後我去找女 那一開始這樣就沒問題了 大哥 你都拒絕的 你都不做皇帝的 這件事告訴你 一切都是第一集錯 我不知道赤龍這個角色 這個是NPC 還是一個人來的 這傢伙真是很有問題 一開始交易的時候 就是什麼呢 伊比奇一開始就是 他為什麼要走這個故事 真伯死了 而親伯死了 就是洪龍一開始 強制要他交易 你來 來啊來啊來 來啊來 我沒有你四老 不行 我進來就有一定 你進了店裡 你還想收拾這間黑店 但是之後這間黑店 是可以交易的 累積到一定的購買次數 和洪龍的交易度高了之後 你就會出現第二個選項 就是可以叫做什麼呢 博弈 博弈 真真正正 這套東西在今季的藍番裡面 它絕對是一個代表 你真的完全不知道他在說什麼 你也不會有任何方法 理解到他在說什麼 而這套東西就是企劃的一部分 當然你說他還有什麼 遊戲裡面 什麼運動戰役那些 我沒有玩過 我不清楚了 但是我看到這套東西之後 我一點都不想玩 這就是廣客宣傳 真是 多偉大 我知道 內需的陰謀 內需知道他 他要 他出現FGO 他要打擊他的對手 開完之後 會不會有什麼 手機遊戲作品 可能是他們的計劃 他們知道 找我玩這個CHPG 沒問題 從內部打擊對手 前輪的project到 搞了你親生子 然後附著你親生子 真是白旗 真是 真是白旗 原來在遊戲外裏 大家又看不透這套作品 唉我的錯 我有看透了 世事都被我看穿了 這一套 是啊 你們聽得明白我說話 其實你是聽不明白我說話 其實你是 聽得明白的話 其實是什麼 你是不明白我說什麼 因為我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在說什麼 好 這套作品 我們去到這裡 我們去下一套